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10月17日 甲府风铃日黄杯一黑到底 本年度日本天黄杯决赛在昨天正式上演 最终日以队伍甲府风铃通过互设12码器走日直连竞旅广岛三剑成功夺冠 甲府风铃目前在日以积分榜紧排名第18位 他们能够一路过关斩将杀入至日黄杯决赛已经令外界大呼意外 而在决赛面对目前排名日直连第三位的广岛三剑 甲府风铃最终一鼓作气 将这条黑马之路走到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在日黄杯夺冠 甲府风铃亦因此获得了来界亚冠联参赛资格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